汉武帝一把推到跟前的桌子 吓得霍光瑟瑟发抖 接着武帝豁然起身 拔出天子剑后 转了一圈找到了个假人 挥剑变卡 嘴巴里还一直嘀咕着 从汉武帝的言语间可以看出 此一战的惨烈程度 但纵使你在勇猛无敌 五千步兵被十万惊奇包围 战死或者投降 是你唯一的选择 汉武帝之所以如此生气 因为李灵是他最看好的将军 李灵的投降 就像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 气得他一夜未眠 一大早就召集群臣开会 就李灵投降一事展开讨论 武帝首先第一个点名要找的是陈步月 之前他抱解李灵所不大获全胜 只夸李灵勇猛无敌 现在武帝要求 让他站出来把之前的话再说一遍 陈步了难关今天早晨听到李灵兵败投降的消息后 就拔剑自尽 可恶 就这也比李灵强 至少他是以军人的方式 勇敢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和谎言 茶医大师李广丽有话要说 他直言李灵就是个嘴炮王者 五千人打不过十万匈奴就算了 关键他竟然不顾皇帝哥哥你的脸面投敌 不像我 只会心疼哥哥 我的二十部队虽然屡战屡败 送出了几万汉军人头 但即便这样我不但没投敌 还屡败屡战 我这样做绝对不是为了加官进决 而是为了替哥哥你分担忧虑 这李灵虽然斩敌过万 但他投敌就是不如我 一旁李广丽的儿女亲家刘区典 也不忘帮枪 他提议说 李灵所谓犹辱大汉国威 按照汉律里应满门抄斩 对对对 你一定要斩敌 事长不杀我 满朝文武街附和 唯有一人漠不语 显得格格不入 汉武帝坐于高台之上 由于今早出门过于匆忙 于至于忘记戴上老花眼镜的他 只能双眼紧迷 盯着一名酷似阿易长官的官员 有些不确定的点名 爱使令司马迁 真在 君子何而不群 真观察你半天了 好像耿耿于怀啊 你好像胸有快蕾啊 你说说 你对李灵的看法 臣却有不同看法 武帝当场震惊 我随口问问 这司马迁竟然真敢逆背阵 今天不说出个四五六来 定把他给淹了 司马迁认为 应该冷静公平公正地看待李灵投敌之事 首先 李灵所不早已经证明过自己 以五千步兵硬扛三万匈奴惊奇 血战时日而不落下风 即便是后来八万匈奴主力之员 李灵孤军依然能与之转斗千里 最后若不是 一百五十万只弓箭都用光了 救援之兵又迟迟未到 李灵绝无可能密节被俘 我的五帝大老板 是五千步兵对战士一万机动性极强的惊奇 这换其他名将过来指挥 打出来的战绩都不一定有李灵好 这怎么还能审判李灵呢 但此时的汉五帝不想听自马迁避避 因为李灵投降了 一定是自己走下战马的 还是得应该更清楚这一细节 也许只是诈详 保存力量 准备等到将来有了合适的机会 再回来报效汉场 但是无论如何 李灵不牵制了匈奴 才使得匈奴无力吸固 支援了二世将军 成就了他的大公益 屁话 我尼玛 这又来一个打我脸的 五帝怒气直接拉爆了 漫超文武谁不知道我在捧你广利 你这话不就是在那喊我 是在舍李灵来成全李广利 于是汉五帝大手一挥 将司马迁直接定为污网罪名 这污网之罪为大不敬之罪 按照汉律应当斩首 司马迁面对死刑 因忠义而死并不畏惧 然而史记未成 这样一死如九牛王一毛 与楼一只死无异 按照汉五帝时期的汉律 以五十万钱可赎罪 可没想到司马迁一生清贫 借遍了亲戚好友 也没筹够五十万钱 于是司马迁毅然选择了 以辅行赎身死 这辅行既是最残忍的功行 回过头来说说李灵 根据史料记载 后来汉五帝回悟到李灵投降的原因 确实是因为无救援所致 便派公孙敖带兵 深入匈奴境内接李灵回国 但公孙敖无功而返 害怕汉五帝迁怒 于是在李广丽等人的教唆下变谎称 李灵已经正式投敌于匈奴 他看到李灵在帮缠于练兵 准备对付汉军 汉五帝听后 直接下令将李灵满门抄斩 得知消息后的李灵痛心疾首 对大汉朝彻底失望 诈祥成真 在匈奴当起了驸马爷 李灵事件其中包含了太多弯弯绕绕 就不再一一解说了 总而言之 帝王忠池目 汉五帝已经犯了一个大忌 那便是老而执政 晚年渐渐经历衰退的他 根本无力发动战争和把持朝政 如果你不信 你把我上个解说的 合集雍正王朝看完 以上是一家之言 切勿当真 此时的李灵正在劝祥苏五 皇上年纪老了 尝着昭令熙改戏怒无常 大臣乌龙生死足灭的 不下数十家 朝臣们安危难料 昭不保夕 你还为他尽什么钟啊 劝祥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我们苏家父子虽然没有大的功德 却也位列将军 封侯尽决 这全是皇上所赐 况且 苏五代表国家出使匈奴 不能辱了国家的尊业 苏五甘愿 做第二个章前不辱使命 李灵皆探 义是 灵与魏律之最上通于天 对苏五表示敬佩的同时 也对自己和魏律的叛将之举表示自责 随后李灵驾马离去 同样是将门世家出身的两人 其遭遇和结局虽大不相同 但都十分令人惋惜 汉书记载 苏五在匈奴持节守望整整十九年 回到汉朝时已经是昭帝始源六年 因他不如使命 汉昭帝封其为官内侯 苏五活到八十余岁 于公元前六十年去世 另外一边 已经年过六十的汉武帝老来得子 勾异夫人赵节瑜怀胎十四个月 为其生下一个小皇子 赐名为刘芙玲 哎呀 真最烦的就是那些个雍医 无了让你吃药没别的本事 真要是真的吗糟糕 还能生出大胖小子来 得太医给郑生哥看看 其实刘芙玲是不是汉武帝的亲生儿子 一直到现在都有争议 我个人的观点更偏向于不是亲生的 首先奇母勾异夫人与汉武帝的初见时的不同寻常 再加上如今汉武帝已经到了六十三的高龄 而刘芙玲更是怀胎十四个月才淡下 处处都透露出不对劲的蹊跷 当然这些都有可能是 汉武帝为了让刘芙玲继承大统而瞎编的 不管这些是真是假 现在的汉武帝不理 他认为刘芙玲怀胎十四月而生和尚苦的姚弟一样 肯定是天生富贵之人 于是赐其所生之门为姚母门 这件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 却牵动了大汉政治核心的神经 随着汉武帝进入暮年 又一场夺敌之争开始酝酿了 除了新出生的刘芙玲 朝廷现在的主要势力分为魏胎子一脉 和李广丽拥护的昌义王一脉 本来大汉双臂为亲或者获取病一人尚在 就这几个小虾米其感生有际鱼之心 汉武帝也不至于晚年不保 但是随着大汉双臂的轰然倒塌 就开始有人觉得自己又行了 首当其冲的便是二世将军李广丽 他是一部家人李夫人的哥哥 他为了拥立自己的外甥昌义王上位 他想方设法地让亲家刘屈蝶坐上了丞相之位 两人秘密商讨后 决定先联合勾义夫人 一级扳倒势力最大的魏太子和皇后 就是说联合勾义斗讨魏家 那是当然 于是两方势力推举一人来到汉武帝身边 此人便是江冲 汉武帝一向喜欢敢于对付豪强之人 而江冲颇有酷吏的手段 连魏太子刘居的车马都敢扣押 因此江冲被任命为武帝的直指秀医使者 直接对接武帝 专门督补贵妻庭臣的不法之事 江冲支流的得势 便是接下来巫谷之祸的缘起 直到这天 汉武帝在建章宫午睡 突然一个恍惚 隐约觉得有刺客行刺 马上命人地毯式搜索 不难看出 此时的汉武帝的确已经有些迷糊了 而为了张拿所谓的刺客 长安城对下令封城达11天之久 随着此事件的发生 反太子梁党也准备进去 就等待一个时机的出现 接下去 汉武帝病重 一下汤拳功休养生息 大太监苏文掌控了武帝的接见权 为太子几次想面见老父亲 与其敞开心扉寥寥人生 都被苏文以汉武帝 不想见他唯有拒之门外 哎 你们又没有手机 隔开你们之间的联系 然后再陷害于你 你又能怎么办 有本事你起兵造反 一事为剑可知星体 喜欢视频的观众 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有人说这个人质的 我们下期再见 有没有什么